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在教室和大家玩什麽呢? 先做一些预备功夫 放些米粉 炸一炸米粉 一炸便是葱米 那我做什麽呢? 我今後準備了 這個菜式 先晾乾些油 先晾乾些油 大火下去炸 這些是粉絲 一炸一炸 它就沒有了 接著可以晾乾些油 那今天會做什麽呢? 今天做一個很簡單的 以前經常在酒家裡都會有的 但現在的酒家不知為什麽 很少可以做這個 這個叫做西湖牛肉羹 在當年是很出名的 我現在是西湖牛肉羹 我要準備好些牛肉 牛肉回來自己剁碎去 用些鹽、糖、燒酒 拌一拌 最後放少許油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放少許油 放少許油 然後放少許油 然後放牛肉 先煎一煎 剛才的米粉 就炸來 兩間粒鍋 有些魚肉 在已經煎一煎 那麽會非常煎 那麽很乾脆 我們要炸下去 我們要用牛肉精製 切開 牛肉 切開 要粗糙到現在打開 香噴噴 然後放一點酒 就更加香 以前我的香是去年秀名貴的 我小時候去酒樓 我家人就叫這個筋 這樣它和粟米筋已經是並列遲罩了 我現在炒香了 我預備了一些湯 你用紙韻生就可以了 用牛肉清湯就可以了 我今天用紙韻生的 你把湯放下去 家裏 我跟你說我熬的 上方位都不要相信我 現在倒些湯去滾滾 這裡可以放少許味 味道方面 我會放少許鹽 放少許糖 先讓它煮一下 先讓它在這裏 先沸一沸 我預備好生粉水 用來賣起來 另外我准备了芫荽和葱 用来放入锅底里 是不是有一个锅 我把这两个腿放进去 一会就撞些滚的根 这样就很好吃了 另外面粉炸了一点 我们就捏碎它 一会放在面子 就模仿西湖上高的小鱼 这个根 现在已经可以了 试一试 就可以放一些生肯水去滚 先不浇热 滚的时候 就可以放小一点 放小一点 始终是羹 我们不见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 埋伏它这么细 就会放小一点 有点油漬 就已经可以了 这样的状态 就是最好的 牛肉也有点咬口 好 你剁一道饭 你又吃不到牛肉 对吧 好 在这里 我们放两碟 芝麻油 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要放小一点 鱼肉 可以放小一点 把鱼肉 放小一点 放小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放小一点 鱼肉 放小一点 就像西湖的鱗鱼那样 一个西湖鱼肉筋就完成了 好,先撞到锅里 好,大家看到已经很漂亮的西湖鱼肉筋就完成了 然后再给刚才那枝茶碎的米粉 好像一些小鱼液在西湖上高 天天又荡 一个西湖鱼肉筋就完成了 这个汤筋其实真的 在以前来说和百花养豆腐都是相当之多的 希望大家都喜欢西湖鱼肉筋 都是那句 阿Ben做得到,你会做得比我更加好 记得都是那句 阿Ben做得比我更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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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但是,我也是比如说 你们可以做的